今年第14号台风灿速行进东部外海 强烈风势造成台东立极大桥附近 一处0.3公顷的香蕉原整片岛幅 胶农心血全部付诸流水 原本台风来临之前香蕉价格每公斤23元 在台风后价格渴望上涨 但现在整片岛光损失惨重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速 虽然中心并没有登陆台湾 而是从东部外海擦身而过 但墙业的外围环流 仍是为台东带来强烈的风势 而位在台东市区立极大桥旁 附近的一处0.3公顷的香蕉原 就整片被吹倒 而且上头还有许多块可以采收的香蕉 让胶农整年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对于这样的惨况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 农民可向地方公所提报灾损 并在统计完相关数据后 才能确定是否有达到受灾补助的标准 民众如果有种植的作物 因为台风的关系而受到损失的话 第一时间可以先向我们的香蕉市公所 做通报 那通报完之后 我们这边会会整各个所有的数据 然后往农委会那边去做灾害速报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灾害 受到灾害影响的面积 有达到那个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 那行政院人员委员会那边会公告 所谓的天然灾害救助 跟那个现金贷款的部分 目前市售香蕉在台风来临之前 一公斤的价格大约落在23块左右 而在台风过后 价格预计可以上涨 但现在整片倒光 胶农无胶可收 可说是损失惨重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我们下ÜL 这次前总 igious records 即击员